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苏宾富国际大学提供的Mock课程,本门Mock课程面向于Linux的初学者 今天所要讲解的主题是Software Management,中文翻译是软件管理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我的联系方式,如果大家在虚拟中遇到什么困难,大家可以和我联系,共同解决难题 刚刚也说过,今天我们只有一个主题,就是Software Management,软件管理 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在Linux操作系统中,软件是如何进行管理的 软件的安装卸载方式是怎么样进行的 今天我们这节课所要讲解的最重要内容,也就是如何在Linux操作系统中安装使用软件 对于安装使用软件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 因为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安装使用软件已经成为我们的加上便饭 我们会发现,在好多好多软件在安装之前都是以压缩形式存在的 我们必须迁对机进行解压缩 所以说在Linux操作系统中也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必须知道一些关于压缩和解压缩的知识 关于这部分知识,在之前的视频我们也有提过 当我们想安装一个软件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到了是其文件的原代码 之后呢,我们得选择合适的工具,对其进行编译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的好多好多工具集合在一起 所以集成了工作量 然后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协议和合适的路径来释放安装这个文件 有时候还有进行一些更高级的设置 这是个非常麻烦的过程 所以说在Linux操作系统中,我们使用特定的包裹 包裹,特定的命令安装卸载管理软件 这个package包裹,我们可以看其为一个大的压缩文件 这个文件中包含着许多安装软件所需要的代码 配置文件,描述等等 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格式就是rpm和db 对于这两种方式,它们都是用来管理包的 它们可以作用在package上 通过各种工具来解读包里的安装应用软件所需要的信息 我们首先讲解一下这个db db我们常常简称其为dbm package dbm包在另一个操作系统中 我们视其为一种unix的标准规档 就是将包信息和包的内容通过j,zip和tar打包而成的一种 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好多的操作系统都可以解读这种package 处理这种包的经典程序是dbkg 经常使用得变的apt-get来运作 关于db在另一个操作系统中 也就相当于这个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软件安装包 以exe结尾的那种软件安装包 它不需要复杂的编语程序 只需要我们双击就可以简积的安装 此外db这个包还经常应用于越语之后的iOS设备 接下来说说dbkg的命令 dbkg就是dbm package的缩写 它是专门为dbm设计的一种管理方式 用于管理软件的安装卸载的呢 当然它的它对于它自身的定义是一种低级的工具 为什么是低级工具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来说 与dbkg相对的另一个命令是apt apt就是一种高级的工具 因为apt可以从远程的获取软件包 经过一些复杂的处理 进而将软件安装 所以说dbkg是比较局限性的 它只能安装特定的软件包 以下是dbkg的语法 非常简单 dbkg加选项 简单介绍以下几种常见的选项 -i加文件加那个软件包 就是安装指定软件包 -r加package 这是删除 安装包 但是这种方法不会删除其配置文件 -rpackage 就是列出package中的安装文件 -s 加文件 就是在包裹中搜索指定的文件信息 - 接下来说一说apt - 我们刚刚说过apt是可以从远程获取包的 - 所以说apt这个命令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对于安装包的 - 软件安装包的依赖 - 非常方便了对于软件的安装和更新 - 以下就是ap的命令语法 - 非常简单 - 简单介绍一个incel - 就是安装某个包 - remote就是卸载某个包 - 某个软件 - 某个应用程序 - poge就是完全删除 - update也非常简单 - 就是更新的意思 - 当然这apt还有许多其他的比较实用的工具 - 比如说apt cache和apt fail -apt cache就是从浏览器上搜索指定的包 - 这apt fail就是从数据库中搜索指定的文件 -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一个图片 - 这个图片所包含的信息就是在LinuxSource的讯动中 -etcapt source.list的配置信息 - 大家可以从这个配置信息中看到了好多这个htp协议 - 我们也知道这个apt这个命令可以从远程下载安装包 - 从而进行软软件的安装 - 那么这些下载的软件安装包是从哪里下载的 - 这些下载地址就记录在这个source.list的这个配置文件中 - 下面说一说rpm rpm的全称是redhat package manager - 就是redhat的包管理器 - 嗯 rpm的本质上就是一个包 - 包含着可以立即在特定机器体系结构上安装和运行的Linux软件 - 大多数Linux的rpm软件包都是有一定的命名规律的 - 关于rpm这个命令和dgkd这个命令是非常相似的 - 首先它们都是以低等级的命令 - 简单说一下这个rpm这个语法 - 非常简单rpm加选项option - 说一说几个比较常见的选项 -i加fill - 就是安装某个rpm包 - e加package - 就是删除某个已经安装的包 -qa和-qrpackage都是列出一些信息 -qrf就是在包内搜索指定的文件 好 今天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今天主题只有一个就是software management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在Linux软件的系统中 软件的管理是如何进行的 如何安装使用软件如何系列软件 接下来是作业 作业非常简单 也是在Linux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中 安装apache2这个包 然后用rpm删除apache2 安装的时候我们一般是用apt-get install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熟悉一下今天所学的内容 好 下一张主题也只有一个就是rid 是一些关于此番矩阵的内容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